謝謝 喂喂 那最後就是小屁自己一點分享 基本上前面大家都真的講的 其實多把重點都講完了 其實我沒什麼好講的 其實我自己在2010年那一年 我在比賽的過程中 其實會感謝很多人幫忙的我 那在這個製作過程中 其實每一個人製作過程中都是很辛苦的 因為我的鋼子是七尺鋼 那一個人在做 然後那時候天氣又很冷 每次去做完造景的時候全身是濕的 那外面溫度大概有七八度 人在林口 那兩雙一雙手大概都是粉紅色的 因為凍的都已經變成紅色這樣子 那在這個過程中我相信每個人在對自己的鋼子 就像剛才學大哥在講的就是說你要對得起的作品 我那個時候的其實也蠻有壓力的啦 我甚至剛好那一年我2月份3月份去了一趟美國跟著一個很有趣展覽 那我去美國的晚上睡覺的時候來做噩夢 夢到我的魚缸被破壞了 然後想說完蛋了回來怎麼看到我魚缸變成什麼樣的這個樣子 還好回來看到的是還可以有水草長的 很很茂盛 沒有沒有什麼狀況 那其實這是我們對自己的一個期許啊 那從學大哥還有其他人的一些他們的意見 還有像許大哥許永宜許大哥他他都給我們一個觀念就是 你真的你要參加比賽就是想說我自己就是要拿手獎 我就是要拿第一名就是要有野心 才有辦法達到拼盡你的權利去做最大最大的一個努力 才有辦法拼盡你自己的一切啦 那當然如果說你學大哥講的說如果你真的是很看待很輕鬆的看待他的時候 那這個東西就變成說你就會帶很多地方很隨便 那我在南部的一個水草聚會就是也算是我們這個十周年的聚會 那有一些南部的朋友因為他們遠了一點 那他也是有一些做一些分享啊 那這樣在我們這個我稍微以我們的比較藝術面的地方 我拿一個這個就是我們一個水舞團圓的齁 這個我們水舞團圓五穀達兵 他這個魚缸其實他魚缸造的很漂亮 那他有一個大家看比較看不到的盲點 大家都想水草造型鋼一定要長得很多的水草長得密密麻麻 滿滿的水草 可是你不要忘了滿滿的水草就代表是一片的綠色 你可以看到這全部都是綠的 你會發現說我的鋼子怎麼都綠的整個都平掉了 像畫畫也是一樣畫畫大家會有一個適當的留白 有時候你在石頭上在木頭上 你不要做一個完全的全部都是水草 你要留一些石頭的樣貌出來 這樣他才會造成說他有不一樣的層次的產生 這個魚缸在拍照這一次的照片在前一次 這個小杜還有幾個我們的團員都有看到 整片是綠色的全部都是綠色的 那我們也跟他講 你要把某些地方像這些這個地方 他有一個石頭把這個綠色的水草刷一些掉 那還有一個鋼子他也是一樣的狀況 這是我們另外一個團員的照片 大家可以看得到他的石頭上面 雖然長滿了綠藻 可是他有一個斑駁的感覺 你就會感覺說這個石頭 他是一個有很多的面 那在拍照的時候有黑有明有暗的面 那這個地方他也是在拍照的前一個月吧 那他自己的拍照拍給我們看 我們一看所有的石頭也是全部都是綠色的 所以在這個地方的這個很重要的一點 像他前面的草 小杜很喜歡形容說很多人的草皮 就是高爾夫球場 整片全部長滿的綠色 那種景的話是以前 在以前的水草造景是非常棒的一個作品 可是在現在的水草造景來講 只要人人 人人用黑圖啦 大概這個問題沒有什麼困難解決的 基本上你要有一個很平的水草造景 是很簡單的 長滿的迷你矮珍珠啊 或是什麼 不是這樣 我們10年前 在玩水草造景只有細殺那種情形發生 所以適當的留白 讓他稀稀疏疏的 他會更像自然一點 那他也會比較造出那個水草造景的一個 呃 這怎麼形容呢 呃 水草造景 就是你 不好意思 東文其實不太好 想不到什麼形容 就是你 蛤 英文也不知道怎麼形容 就是你會比較讓他有一個 不一樣的多變化的一個面 不管是石頭上或者是樹木上 都是一樣的 所以大家也要記得這一點 水草造景不要再是一個 整個全部滿滿的綠色 這個是我 我自己在造景的時候 我自己有犯了一個缺失 因為在2010年的時候我們 呃 我們ADA Party後事後 我們有跟那個日本的幾位造景的朋友 做聚會 他有提出我的問題 像我的比賽當 他就講說像你看我這邊也犯了這個錯誤 喔 太綠了 所以你那個石頭沒有辦法表現出是個石頭一樣 你如果去到山裡面 很多地方他是會這樣有一塊一塊一塊的情形 因為光能照射到的地方水草 應該是說光能照射到的地方才會有植物 這一點你可以去看樹木下面的草坪 你如果走在公園裡面各種不一樣的樹木 這個樹如果他的枝葉很茂密 他底下一定不會長草 這個很容易講的一個樹就是榕樹 大家都應該知道榕樹嗎 榕樹的樹下通常是沒有草的 因為他的枝葉太過茂密 那如果像柳樹 柳樹他的枝葉比較稀疏一點 那他底下就會長草 那所以你被樹枝遮到的地方 他的草就會比較少一點 那你模仿自然 這個地方就是你做出自然感的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那我的分享就到這邊 那不知道有沒有大家什麼問題 可以需要提出來問的 不要客氣 今天有很多 倒景上面的前輩可以給大家提問 有人有問題嗎 都沒有問題 然後變成跟那個我們的那個小時候上課一樣 老師問有沒有問題 全部一天平函 都沒有問題嗎 那看一下時間 我們還有一點時間 就是大家可能可以私底下做一些交流 如果有問題 這個看你想要問什麼問題 你可以隨時找你喜歡想要希望問他的 那前面我們幾位香港來的朋友 你有一些問題也可以私底下問他們 如果你現在不好意思當面在台上講的話 也可以私底下問他們 他們都會很樂意的回答你們 那我們在台上的活動就到這 那我們這個豬用這個地點的時間到五點 所以大家還可以在這邊做聊天聚會的動作 那相比十年了 那我當初在創立這個網站的時候 也是希望大家多多分享大家的東西 那我們的精神也是比較希望大家做一個交流 那我我自己有講過 如果說你我自己不太喜歡一個情形 就是說我遇到我在這一段時間認識了許多朋友 那常常遇到一個狀況 就是比如說我想要問他一個問題說 你水草怎麼樣種的種漂亮的 他回答我一句 這個秘密 那我曾經問過我記得我印象很深刻 因為我海水魚玩的比水草多一點 那我以前在幾個地方 就是幾個前輩家裡面學到很多 那我問他說一條魚叫黃帝神仙的 我問他說你養這麼多條黃帝神仙都會開口 那是有什麼秘訣 秘密 他馬上秘密 對 那我當場就 那那個那一位 我們的前輩 我都叫前輩 那我就 從此以後再也沒有跟他有任何聯絡了 那我比較希望大家在尤其是在網路上面 大家在分享你們的東西的時候 不要令社區分享 因為你在分享的過程中 你分享出去 我相信你也會獲得很多東西 不是每一個人都 即使他是新手 我相信在新手身上都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因為新手他們有著老手 比較 玩比較久的他們沒有的熱情 那像這些地方 你都是可以大家可以互相交流學習的 不要令社去分享 那也不要怕說人家學了你什麼東西啊 然後你沒有辦法學到什麼 你有這種心態的時候 你永遠不會分享 那你的養魚生活 就不會這麼的快樂 那希望大家繼續交流 那我們的鄉民 看能不能再邁向20週年 謝謝謝謝 謝謝大家 我們可以拍個團體 知道大家有到的人 都可以 就是我們紀念一下 我們今天有到的 全部一起拍 就是 有腳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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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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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我試玩